最後一段我就想講講廣播政策 雖然施政報告沒有提及 但是橫顧世界各地 所有政府出資的電台 官方電台 都是有責任去推行政府的政策的 而是向市民去廣播一些公正持平的新聞 這些是他們的責任 但是我們香港電台是怎樣的呢 在這幾十天的佔領運動裡面 他們是以嘲諷官員 違反對派做一些特別的節目 全部的言論一面倒 這些叫做新聞自由 人家批評他 這些就是叫做壓制言論 我們看到 香港電台 每天這樣煽動的市民 煽動尤其是青少年上街 這些 又是 是不是一個 政府官方電台的所作所為呢 局長 局長 你管這個電台 你怎麼管的呢 還說要拿六十億去抗建新大樓 這些這麼大花童的感覺 我覺得 從現在開始你真是要 釐清香港電台 作為它官方電台 和它的角色和地位 不能夠再放任自由 散播亂港危害社會 穩定的歪風 好